经过前后十年的练习 姚建平终于秀出了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是苏秀中最难的一类 人物肖像 搞建是一幅饰演作品 实际上饰演作品它特别的逼真写真 然后总理的这种梅雨间的这种表情 也特别的传神 我的最理想的定位就是说 要把它就是秀成一个 就是形成兼备 要把它内心的这种 伟人的这种气质秀出来 那么就难度就来了 这幅肖像秀用了整整八个月 每天都要秀十小时以上 有时半夜来了灵感 他也会爬起来继续秀 我秀秀停停停秀秀秀反复这样子的进行 就是说思考 然后用我应该说这么多年来 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 总结一些老前辈的一些优秀的地方 然后有些地方秀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私立问题 我自然而然都会有一种感觉 从这个就就是说没遇见到下巴那个地方 我的私立都是自由的鬼王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我都是没有的 从此之后 姚建平建立了信心 在成立了刺绣艺术馆后 他的名字成了注册商铁 他认为苏绣传统的金鱼小猫固然可爱 但是自己要与众不同 就一定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路 2006年姚建平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准备江山如此多郊 确定刺绣稿之后 第一步就是配线 配线也是一门学问 苏绣所用的线 每个色系颜色有18种之多 加起来有近千种 人们在刺绣作品上看到的一种颜色 其实可能是用几种 甚至实际种颜色组合而成的 颜色越丰富 立体感就会变得越强 配色就是以前红花就是一个红色概念性的 那么现在这个红花是你要思考 就是说它那种红花是在什么环境上 它是受什么光性的影响下 所以要把这种光影效果全部秀出来 那么要考虑到它的环境色彩 要考虑到它的光影色彩 所以在配色上也是非常丰富 一轮红日乍一看就是红色 其实至少需要大红 橘红 橘黄 紫红 等好几种颜色 做一个绣娘必须要对颜色 有着敏锐的感觉 礼线也是每个绣娘的基本功 整理丝线虽然枯燥 但却不能马虎 要把它们打成铝 避免丝线发毛和打戒 线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绣品的质量 如果绣线受到了污染 那么绣品就会失去光泽 苏绣的特点就是极其精致 绣娘们每人练就了一首批丝的绝火 一般的丝线要批到一根线的八分之一 最多是甚至要分到一根丝线的六十四分之一 我们的这个丝线的颜色 它是每一根丝线都是单色 就是一个红色就是一个红色 它没有孤独色 但是我们的好处在于哪里 我们可以把众多的丝线 就是放在一起之后 我们可以把一根丝线铺成六十四分之一 然后这一层一层 就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的 再重复的就是说 就是丝加上去 画是用笔和颜料 依照国画 油画 水彩化等 不同的绘画技巧来表现 绣是通过无数纵横的色彩线条 层层叠加组成画面 由于是显光的反射 就产生出特殊的动感以及质感 刺绣被人比喻为针尖上的舞蹈 为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效果 也就需要不同的舞步 小小的绣画针变化无穷 光是苏绣的传统针法就有四十三种 苏绣今日的繁荣和近百年来 绣娘们在针法和观念上的创新是分不开的 姚建平的艺术馆旁边 是苏绣大师沈寿的故居《红颖山坊》 沈寿被誉为真神 他生活在京密 原名沈云芝 被慈禧赐名为寿 沈寿生活的年代正是西学东建之时 很多艺术开始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启发 传统上刺绣受国画的影响 不太注重立体感 沈寿却把油画的光影原理 运用到了刺绣上 创造了仿真绣 讲究透视和阴阳明暗 刘海素曾经感叹 中国第一个画素描的是沈寿 不是我 他是用针画出来的素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一位刺绣大师杨首玉 发明了乱真绣 这引发了针法上的一场革命 传统上苏绣是平真绣 绣出的线条等距离排列或是线接 而乱真绣的线条则是长短交叉的 看似混乱 但实际上遵循着一定规律 产生了油画般的光影效果 以及立体感 今天的苏绣真法 主要是小乱真和平真绣的结合 一幅大的作品 要综合运用到多种真法 在姚建平看来 真法并不是刺绣中最重要的 无论是这个是乱真绣 平真绣 各种真法 那么这些真法是技巧 技巧是为内容而服务的 你首先要非常深刻地理解清楚 这个内容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法 用什么样的真法来体现 江苏省的织绣艺术展 马上就要开始了 据说这次展览 包括了苏绣的各种真法和流派 姚建平也匆匆赶往南京 怕得江山如此多郊 将在这次展览上 第一次和观众见面 一到南京 姚建平就在朋友的带领下 去拜访一位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 姚建平老师 为了帮你啊 你好你好 姚建平老师 大教练 这个你可以你设计 还有人帮你具体操作 对 对我们有一个团队 如果每个人 每个都是你自己搞的话 那一别再搞不了 对 对对 一副都有就是我们像奥运会 那个作品都是一个集体创作 苏绣一直是依据画作或是摄影作品 缺乏原创性 在现代社会 这很容易引发知识产权的纠纷 姚建平希望能够创作一些原创的刺绣 这就需要得到画家的帮助 他发现 薛亮擅长于笔触精细多变的画作 很适合用刺绣来表现 到时候就看看薛亮擅长 把你请到我们深州区 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如何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结婚